最重要的是客户可以用手机app叫车 透过卫星定位VTC司机几分钟之后就能抵达 所以即使价钱比传统高出20% 消费者仍然买单 业者数量成长了1.52倍 这让计程车司机工会大为光火 一小时计费的出租车 出租脚踏车和摩托计程车已经瓜分市场 VTC更是他们眼中的不公 毕竟一张营业执照费用 一般计程车要价20万欧元 VTC只要100块 法国政府之前就是怕传统司机不满 才嫌少增发计程车执照 1958年司机发动为期两天的抗议 戴高乐妥协了 2008年计程车工会瘫痪巴黎交通三天 右翼的萨克奇也妥协 这回计程车司机策划 逼政府以法令明定 VTC的业者接到乘客的订单后 要隔15分钟才能出车 继承车和VTC业者 私下策动游说之际 法国政府宣布新发放 1000张继承车执照 限定在晚上和周末等尖峰时间 才能出车 暂时舒缓民众叫车的需求 长期的策略晚点再说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来看乐高 它从发明到现在已经80年了 伴随很多人长大 原因在于乐高非常简单容易懂 这个概念被科技业者应用 推广到电脑主机的组装上 号称为乐高电脑的Cano 让小朋友可以靠自己组装出一台 真的能够用的主机哦 而且这种乐高主机 它的定价是99块美金 台币大概就3000块钱左右 已经提供给很多学校 作为教学的用途 希望能够更推广到发展落后的地方 让那些地方的小孩子也有机会 透过乐高电脑的组装 学习到相关的电脑科技知识 小朋友兴奋地打开箱子 拿出说明书边看边操作 这不是在玩玩具 而是为自己组装一台电脑主机 想不到安装电脑竟然跟玩乐高一样简单 像是外界式硬碟大小的主机 是号称乐高电脑的Canon 当初研发的构想 是要做出一台简单到任何人都会组装的主机 当然小朋友也能上手 乐高电脑其实并不是真的用乐高来组成 它包含了使用Linux系统的低价主机板Raspberry Pi 盒子里还有键盘主机壳 USB WIFI 喇叭 99美元价格约台币3000元油爪 可拥有一台简易电脑 小小主机接上荧幕 能上网高画质文书操作 玩游戏都没问题 英国新创科技公司 在一年多前开始研发Canon 希望朝向One Laptop Per Child 每同一击的目标买进 我们想要做什么不同 所以我们走到世界上 我们聊了几十多的孩子 父母 教育 教育 艺术 我们来到Canon 它是基于三个原理 简单的步骤 故事 故事 身体的数据 和它们一起 一种玩意 和探索 乐高电脑已经开始 和部分教育机构 或是电脑历史博物馆合作 让学生学习DIY电脑 特别是对于发展 落后国家的学生来说 不只能学习到诚实设计 就连电脑原件 都经由自己动手做 而了解代表的意义 放上群众募资平台 募集到目标金额的六倍 计划在2014年夏天出货 低价的乐高电脑 让组装电脑的门槛大为降低 价格上和创意上的突破 引起国外科技媒体注意 相信只要会玩乐高的孩子 要自组电脑 都不是难事 TVBS新闻时困山展宣 综合报道 农历春节开春 春天到了 今年大家对于全球气温 心里显得有点七上八下 因为2013的状况 实在是太多出人意外了 到底今年的夏天 还会不会像2013一样 热刀不行 全球各地闹旱灾 影响农作物欠收呢 但是呢 在一整年里面 印度种瓜尔豆的人 却一点都不受影响 而且荷包是赚的满满满 什么叫做瓜尔豆 报道里面会介绍 它是一个像米粒 那么小的豆子 因为它磨成粉 融了水以后 会变成像粘稠粘稠的 高胶状物质 所以被广泛运用在 液炎气的开采上 让原来低廉的瓜尔豆价格 跟着水涨船高 其实不只是 液炎气的开采 就像我们平常吃到的 冰淇淋 番茄酱 都会添加瓜尔豆 这种纯天然的豆胶 可以提升食品的粘稠度 去年食安的问题 很困扰台湾人 因此有种天然的 这个胶状的 粘稠食品来源 相信您是非常的欢迎 随着市场需求大增 瓜尔豆的价格 现在一年翻涨了十倍 这个神奇的豆子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有人称它是 印度的新金沙 大叔们喊价竞标的 是这个名叫瓜尔的豆子 在印度鱼里头 有牛饲料的意思 顾名思义 在当地被看作是种低廉的经济作物 富含蛋白质的瓜尔豆 印度人通常会拿来跟辣椒拌炒 或是加入咖喱一起煮 是常见的庶民食材 不过瓜尔豆的价格 两年前开始突然飙涨 也让交易市场变得异常热络 印度的瓜尔豆产量 约占全球八成 甚至还有专门的交易公司 本来廉价的豆子却身价暴涨 秘密就在于瓜尔豆磨成粉厚的特殊质地 水立刻变得像酱糊一样的胶状物 正因为瓜尔豆粉易溶于水又粘度高 被广泛应用在当红的新兴产业 液炎器的开采上头 近年来美国成功突破 从液炎层抽取天然气的技术障碍 使得液炎器产业蓬勃发展 但小小的瓜尔豆能有什么大功效呢 开采液炎器管线得深入几千公尺深的盐盘中 以水力压裂的方法 也就是大量灌水高压喷射 让盐层裂解来释放当中的天然气 而为了支撑裂开的盐层 砂石会随着水一起被灌入缝隙当中 此时混有瓜尔豆粉的水 就会在砂石表面产生一层黏滑的膜 帮助砂石流进缝隙深处 让液炎开采持续进行 但一次开采大约需要五吨的瓜尔豆粉 让美国订单大量涌至印度 分析师估计 瓜尔豆的产值到了2020年 将从现在的20亿美元成长到2000亿美元 事实上瓜尔豆的应用 不仅限于液炎器开采 例如我们常吃的冰淇淋 就添加了瓜尔豆焦 以提高冰品的粘稠度 是食品中常见的稳定剂 液炎器热潮 带动瓜尔豆焦的价格走高 两年就上涨665% 这一时的仰赖瓜尔豆做食品粘着剂的食品加工业者 感受到沉重的成本压力 瓜尔豆炙手可热 种植农家成了最大受益者 例如石巴萨 当初因为缺乏灌溉设备 才选择成本低又耐旱的瓜尔豆 一众就是十年 没想到这一波瓜尔豆热 让它的收入瞬间翻八倍 还盖了栋新房子 这个中学毕业的石巴萨 更期盼靠着瓜尔豆 给两个孩子更好的成长环境 今后も順調にいけば 子供の教育や就職もうまくいくでしょう 今は豆のことばかり考えていますよ 通話故事中 贫穷的捷克意外得到神奇豌豆 长成巨大藤蔓 让他爬上天去冒险 因为叶炎气 变得水涨船高的瓜尔豆 就像是为印度 带来意外财富的行金沙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三十年前 美国国家来台湾 建造了全球第五座 现代化的烟麦片工厂 欢迎回来初五的Focus 我们现在要看的是新的一年 全球的气候会不会继续像2013年一样 成为经济的重大变数冲击 让气象的预测专家 今年都严正以待 比方说2013海淹台风 重创菲律宾 那么情况是非常凄惨 这个超级大台风 带来的伤害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抚平 再往前一年 那么就首推整个瘫痪 美国纽约的三底预风 这一场又一场的严重的气候变异 凸显出每一个城市 水利工程的急切跟重要性 我们下面这则报道要看的是 由欧洲门户支撑的荷兰路特丹 它可以说是全球治水成功的模范都市 包括了非常受到瞩目的漂浮建筑计划 是怎么一回事 它能够跟着水位的上升或者下降 来做弹性调整 除此之外 荷兰路特丹克服了地小人稠的困难 所以它的停车场跟民众的活动广场 都具备有大型储水池的工程 这是怎么设计的 路特丹更希望成为一个会吸水的城市 他们推广了绿色屋顶 让屋顶的草皮跟树林可以吸收降雨 减缓下水道必须承受的压力 已经好几百年了 以修霸主体技术为傲的荷兰 它已经不在填海争地 而是群体有一种和大海和谐共存的生活态度 以水为深 与水共存 这是荷兰的路特丹 欧洲最大的港口 也是欧洲最低洼的大都会 路特丹 真正的意思是路特水坝 鲜明沿着路特河下游逐屋居住 为了防止路特河泛滥 十二世纪盖起了一道路特河的水坝 这就是Rotterdam的由来 由于未处低洼的出海口三角洲 防洪抗烙是路特丹自古以来 无法违抗回避的命运 1953年1月31号 以及2月1号 暴风雨袭击了荷兰西南部 几百年来引以为傲的海棋一一溃败 夺走1835条性命 遭到当头棒喝的荷兰 检讨旧有的水利设施 提出新的三角洲计划 也进到了21世纪 路特丹的防洪建设 出现全新的概念 他们不再急着与海争地 放慢了填海造陆工程 而是学着与水共生 漂浮屋已经成为了路特丹的新地标 而因为地小人愁 没有太多多余的土地 建盖适水设施 所以路特丹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空间 一定得要两用才行 原来这座park不是公园 而是地下停车场 停车场下方并有乾坤 而是地下的水设施